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小张同学的烦恼 小张同学呢 在南京上大学 他曾经有一头非常漂亮的头发 他也为此非常的骄傲 但是最近因为头发的事让他苦恼不堪 到底他的头发怎么了 什么原因 我们去看一看 11月17号 小张来到学校附近的华仔美发店 做了一个柔顺烫发 当时店里推荐给他500块钱的会员卡 烫发后可以赠送两次护理 11月29号 他来华仔做了赠送的免费护理后 这头发就开始一组一组的往下掉了 每天就看到那么多的那个掉下来的头发 就每天自己都很差 想想就想哭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做的 因为就是从他们家做了之后开始脱落的 小张去医院检查 医生诊断他得的是斑秃 由于小张过去没有半途的病史和药物过敏史 医生也怀疑和先前在理发店的烫发和免费护理有关联 消费者权益爆发的规定 这个消费者在使用商品享受服务过程中 如果受到身体和财务的损害 是有权提出索赔的 即便这种商品或服务它这个赠品 也不影响消费者索赔的权利 小张和他的朋友随后来到华仔美发店 希望美发店能给他一个解释 给点补偿 但却被理发店负责人指责是讹诈 小张觉得无端受到侮辱 气愤的报了警 在南京消灵卫派出所的调解室内 美发店负责人孙先生依然认为 小张的搬秃和他们的护理无关 他说使用过这些产品的不止小张一个 从来没有发现谁出现脱发 而像小张这样的年纪 造成搬秃的原因可能很多 不能武断的说 这脱发就是他们的产品问题 我做美发生肖当中20年 我没有听过说做护理 把头发做脱发的 比如工作压力比较大 学习压力比较大 任何压力产生 这个生理的这个积极性的 掉发脱发都有 那你带我们去整代 我说我们事先说好 什么样的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才证明是你们的药物原因 那是不是说他自己体质没有原因 只要是对外部外部东西的一个过敏 那应该是你们原因 协商中美发店只答应将500块钱的充值卡退还给小张 至于小张等人对产品质量的怀疑 店方同意提供产品供检验 第一是可以通过鉴定来建议这个因果关系 另外如果你有这个在美容美发店消费证据 又有你现在受到损害这个证据 结合你这个消费的时间 法院也是有可能认定 根据优势这个原则也是有可能认定这个美发店承担这个责任的 小张对当时使用护理产品的名称并不清楚 而且作为一名学生也负担不起大笔的检测费用 最终经过记者和警方的调节 以医院方的意见作为主要依据 美发店答应给予小张2000块钱的补偿